各位媒體大家早安 從近來一連串外界對於民進黨政府的政策 大家實在有太多太多的疑雲跟問號 從深澳人媒電廠的環評 現在朝野藍綠各個黨派都要求要重做環差環評之外 在這兩天如果如同正在經濟委員會審的再生能源的相關的條例 我們就覺得有很多的問題 民進黨整體政府對於能源政策過度的樂觀的評估 對於台灣未來用電的問題其實產生很大的疑慮 我們都知道電力影響的除了是民生需求 產業需求 當然它必須兼顧環境保護的部分 我們特別關注在這一次再生能源條例當中有關於風力發電的部分 外界對於這個風力發電再生能源包括國際知名的媒體 包括紅國財經他們都發表說 目前蔡政府的再生能源希望在2025達到20% 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其實對於未來再生能源 他們大家都認為是過度樂觀的評估 如果他們認為能夠達到現在再生能源達到35% 都是一個已經不算差的成績喔 特別是離岸風機對於景觀的破壞 這個目前規劃是在彰化的沿岸要架設600支風力發電 這個風力發電外界長期的批評其實對於噪音它是一個低頻的干擾 那國外很多最主要感對的它都是對於景觀的破壞 特別是離岸風機高約200公尺 大家就可以看到以自由女神的高度喔 它是一個兩個自由女神紐約自由女神的高度 未來台灣特別是在彰化沿岸裝設600支離岸風機 對於環境的衝擊事實上是非常大的 那為什麼說這是各地賠款呢 剛才我講的是各地因為是對於景觀的破壞 賠款的部分目前從2013年到2017年 你就看到我們目前經濟部的能源局 每一度的賭價格買回都在5.56到6.04 那目前合約裡面我們簽的是24家合約商 都是幾乎九成都是國外的合約商 九成都是國外合約商 保證價格一簽就是20年 保證價格未來是用6塊錢來跟這些廠商業者買回 用6塊錢來買回 那這是歐洲跟東南亞的價格 目前平均價格是2.6塊 所以將近是2.5倍的價格 那我要請問賴清德院長 這個成本這個價格雖然再生能源我們大家都樂觀 但是這樣子的價格 但是這樣子的價格對於未來電價的影響是什麼 問於對於未來整體電價的影響是什麼 民進黨政府要不要同時交代清楚 那接下來我先請幾位委員來做後續的補充 第一位我先請黃惠美委員 文長 工種呢給零分 外資不敢來 這就是蔡政府的能源轉型 那工種每年呢都會進行對政府產業滿意度的一個調查調整 調查 那今年呢在能源政策上 史無前例的出現滿意度是零的結果 顯示工業界對於我們政府解決缺電的問題 那實在是無法滿意 那無獨有偶 那各國外商會呢也都明確的表示 台灣能源穩定的產生是憂慮的不敢來投資 而這一次都是因為蔡政府造進的一個能源轉型的一個結果 那能源轉型的一個成本呢 現在變成是蔡政府不敢說的一個秘密 我們呢看看2017年 台灣呢再生能源的發電比是大概佔我們發電量的4.5% 到了2025年我們要達成20% 而能源配比的變化自然會牽涉到台灣電力成本的一個變動 再生能源的成本都比一般的發電都要多好幾倍 那成本呢提高自然呢這個價格就會上漲 但是呢政府呢對於我們成本的增加卻是知之不提的 也難是不能說的一個秘密 那離岸公立呢現在變成外資肥養 台灣人民變成了待宅羔羊 台灣離岸公立進入了林選的階段 那都是呢一些大咖的外資呢 以開發商的身份來卡位 那預估呢我們如果以我們所要完成的5.5的計劃來開發的話 那未來20年我們將會花費掉兩兆跟這一些外資來買電 而這些供電的成本就會變成我們全民來買單 那離岸公立成了外資野中的肥養 但是我們台灣的人民就變成了代宅的一個羔羊 那我們呢是支持再生能源 但是我們反對再留子孫 對於發展再生能源 我們絕對是舉雙手來贊成 但是整個離岸公立發展的一個過程 處處看到政治操作的一個橫跡 不管是台灣獨創的林選制度 這個挑選這個開發商 還是設立所謂的律推中心的這個黑機關 來解決廠商的疑難雜政 都顯示出在政府的在這個離岸公立的開發商 是以利益為優先至人民不顧 未來包括建制成本以及購電的一個費用 這筆龐大的債務將是債留子孫 讓全民來負擔的 所以在這邊還是希望我們的政府 能夠呢不要用照鏡的一個這個能源轉型 希望以穩健平穩 讓我們民眾能夠有平價的這個電力呢 來發展我們的經濟 好接下來請馬文居副書記長 謝謝大家好 因為今天特別這個記者會 主要是民進黨政府為了政策 他們發起的這些口號 那大家全世界現在也在能源政策上面 一直非常注重我們在可能 綠能或者一些沒有汙染的能源政策上面 大家都是支持 不過台灣的條件跟環境 是不是政府更應該考量的 剛剛有提到很多 尤其這次的風力發電 之前台電剛剛照標出去的 用了250億一個示範工廠 德標的廠商是日本跟比利時 他們合作的就是日本的日曆 還有比利時的一家公司 不過我們最質疑的是 如果它是一個成熟的產業 因為今天的風力發電對台灣來說 未來的發展尤其是示範工廠 這個示範的一個工廠 它就是應該要成功的 可是我們找的廠商 卻是一個沒有時機 所有的時機不是只有做過 就像大家都會開車 如果你只是摸過車子 只是可以開車 那真的就要會開車嗎 台灣的環境跟道路上的那些危險是一樣的 我們在夏季的時候我們有很多的颱風 我們會遭受很多的損害 那這些成本算下去了嗎 太陽能板只是停鋪在陸地上 我們的政府都會要求 要他們要有商轉要有經驗 而且還要有具體的時機 那這樣的風力發電要花費 我們的納稅前高達上兆元的這樣的精度 我們不用找更成熟 更有時機的廠商來做為一個示範嗎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 而且之前在總諮詢的時候 甚至我們院長都公開說謊 除非他對事情不了解 他說這筆錢是廠商出的 錯 這筆錢是台電出的 總共250億 只做了12支 一支的成本高達12億 非常非常高 現在的電費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所有的全國民眾 我們剛剛委員也提到了 工種在評分上面是0 對於政府的能源政策 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我們可以承受經濟下滑 沒有人願意來投資 未來大家要承受這樣的苦果嗎 第二個我們全國的民眾 可以忍受高電價 然後可以受得了嗎 這是我們想要請教政府的 這個不用會算數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現在想受比較低的電價 可是當我們這些能源政策 一旦推出來以後 不但是八國聯軍 不但是上權辱國 所有的工作機會都被外國人拿走的 所有的錢也都是被外國人拿走了 而且台灣只是一個白老鼠 只是一個犧牲品 我覺得這個 我們還是要提醒全國的民眾 大家應該要去審慎的 去注意到政府的這個政策 是不是大家可以忍受 未來的高電價 而且是由我們 有我們的子子孫孫共同承擔 謝謝 好 接下來請我們首席副出席長 政兵中委員 好 謝謝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有關這個議題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 我們回顧過去 台電對民間電廠的購置合約 早在民國八十年代 政府推動氣電共創的政策 八十五年的時候 有九家民營電廠開始營運 當時台電簽約的期間就是二十年 而且每度高達二點 高達三點五八元 後來到九十六年的時候 發現價格太高 後來利用政府各種公權力 也沒辦法讓這個價格降下來 整個台電付出慘動的 付出慘動的代價 那現在回到現場 政府為了配合推動 揮合家營政策 強力推動公立化電 大家剛剛各位提到 歐洲每度購買電價是兩元 我們要平均五點八元 期間也要簽約二十年 台電似乎忘記了 過去向民間 民營電廠購買高價電價的 這個歷史的慘痛經驗 所以我強烈建議經濟部 這些簽約的契約 必須保留最後 最後一價的機制 也就是可以保障 這些豐利電廠的基本獲利 但是假設超過某個程度 有或超過的相關盈利 一定要有後來一價空間 能夠確保台電的基本權益 第三點 我要這裡特別呼籲 審計部 審計部 監察院的審計部 要追蹤後續的簽約情況 假設台電或者經濟部的相關官員 有審計台電或者相位者的權益 我們國民黨黨團或者個人 將會追究 將會追究經濟部 還有台電的相關人員的財務責任 因為我們不希望台灣成為白老鼠 而且高價來滿電圖利外商 謝謝 好 國民黨團再一次強調 國民黨團不反對再生能源 但是再生能源的評估跟使用 跟簽的未來發展的方向是必須穩健 必須穩健方向來去做處理 然後因為贊測事實上是非常專業 非常複雜 但是對於民生經濟發展整體環境的影響 事實上是非常大 所以我剛才再一次提出說 包括同國的財經團隊都認為說 我們現在定再生能源20% 在2025事實上大家都認為是遙不可期 如果能達到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二十裡面的三成五 都應該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我們目前申請這個公立發電 在申請環評總共被查了有24個案子 九成都是國外的廠商 未來保證價格每一年發電是110億度 每度的價格要用六塊錢來買回 這個價格是東南亞跟其他歐洲國家的2.3元 將近兩倍到三倍左右 所以第一公民黨團我們非常負責任的 我們要求賴清德院長對於能源政策 未來對於電價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不要再跟我講十年不漲價 我們認為在現在應該把成本精算清楚 否則未來一下子變價反應在成本上 物價通膨對於整體國人跟產業的影響 將會非常大 所以我們認為第一時間再生能源的價格 包括也應該明確標示在變價單上 那對於未來整體變價影響是什麼 我們認為負責任的政府應該賴清德院長 應該對外交代清楚 以上是我們對於影響能源政策第一場記者會 後續我們還會有針對於太陽能部分 對於整體能源政策影響還有哪些層面 我們會持續的來開記者會來去做後續的檢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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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